通过匿名QQ聊天 丈夫的种种行为突破了妻子的底线 妻子坚持离婚 丈夫愿不愿意离婚呢 她的上场能否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们欢迎先生 来 欢迎您 主持人好 老师好 大家好 想问一下您啊 您对这段婚姻怎么看现在 既然组织了一个家 必须得好好地过下去 想好好过下去 那今天您来到节目当中的目的是希望 希望通过他们的专家这些 跟他思想开通开通 他的老师好像产生怀疑的感觉 你是希望我们能够说服他 他不再怀疑你 不再怀疑的事实也得证明 那好 那我们今天就坐下 好好说一说把事实来证明一下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 先生 我想问一下您啊 你觉得所有这些事情 是能够被证明的吗 我是清白的 你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 没有 他要是清白的 我经常不能到你们这里来了 那为什么您会跟一个陌生的女人 会聊起天来 就是随便这么聊一聊 聊一聊 他老就找我聊嘛 他老找你聊 然后呢 然后有时你晚上11点 好的 我们一般睡觉都是10点多钟睡觉 他有时候就老了 有时候我都还不想聊了 有时候就随便回去啊 跟他聊一聊 不断地纠缠你 是这样吗 对 在丈夫看来 是妻子扮演的陌生女网友 主动加的她 并且一直缠着她聊天 虽然素未谋面 但出于礼貌 她才回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